波音的失败,某种意义上就是代表着美国制造业的失败 任凭特朗普如何往回拉,他也拉不回来呀 波音又出事了,这一次不是飞机而是卫星了 波音几年前发射到太空中的一颗载轨通信卫星呢 最近突然莫名其妙的爆炸了 原因还有待考察,但是直接引发两个恶果 那就是第一,卫星爆炸之后它的碎片有没有可能伤及别的卫星和国际空间站 第二呢,卫星爆炸之后它所肩负的通讯工作 那就得转给别的卫星,有些国家的通讯会一时遭到影响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很多人都在问波音这个公司它到底怎么了 众所周知,波音是一家非常伟大的公司 它到目前为止都是世界航空业的两大寡头之一 我们出行坐飞机,说实话不是坐波音,就是坐空客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根本是没得选择的 所以以前我们经常说啊,当我们想打压欧洲的时候,我们就买波音 当我们想打压美国的时候,我们就买空客 但是波音这两年来的拉垮使得很多航空公司根本就不敢买波音的飞机了 大家想想波音都发生什么事了吧 除了这个卫星爆炸之外呢,波音有两架飞机莫名其妙的掉了下来 波音有一架飞机,它的舱门在万米高空突然脱落了下来 波音有一架飞机,在起飞的时候,它的轮胎突然划出了跑道 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的小的事故 但是我们知道航空业有这样的准则,就是往往一个大事故是十个小事故和上百个小失误造成的 所以当波音的小事故越来越多的时候,有很多人真的都不太敢坐波音的飞机了 拜托,我们不想拿生命开玩笑 而且波音面临的危机不只是这些啊 由于波音飞机太拉垮,导致波音这些年来拿到的订单越来越少 波音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亏损 而另一方面呢,波音内部还在闹事 现在全没有超过三万工人罢工 好不容易搞来的订单,由于工人罢工 你根本无法交付,那咋整,那就只能恶性循环越来越差 更少的航空公司会去跟波音订飞机 波音拿不到订单,那这个生意更惨了 波音前一阵子吧,也是痛定思痛,换了个新CEO 在国外是有这样的惯例的 就是往往当一个企业遭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呢 换个新人上来,搞一些新的举措 看看能不能把波音拉出低谷 这位新领导人上台之后呢 为了年底能给董事会一个很漂亮的报表看 人家搞什么呢?人家搞裁员 一上来就说,波音全球裁员超过10% 当然把人儿裁掉哈,能节省很大一笔钱 财务上好看,就是你哪怕没有新的生意进来 好歹你花的钱少了,你这个盈利是不是能增加 亏损是不是能减少 但问题是,这样的方法能够拯救波音吗? 这些年来有很多人说波音为什么拉垮呢? 是因为波音用了大量的阿斯尔 从管理层到技术岗位 甚至很多设计都外包给阿斯尔 印度人不靠谱,这个事我们知道 但是说实话,波音这样一家巨大的企业的向下滑落 完全把责任推给阿斯尔是不是有点不地道? 其实我们早就说,波音的危机就是美国制造业的危机 美国过去50年来的去工业化,产业空心化 使得美国根本就没有制造业 你没有中端制造业,没有低端制造业 你怎么可能只剩下高端制造业呢? 你这不就是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吗? 所以美国制造业的拉垮 才使得波音面临今天的危局 而解决思路我们早就说了 波音什么时候像苹果和特斯拉一样 把生产线迁到中国 那就啥事都没有了 老牌企业也能欲火重生了 照理拍案,本回书着落在此 预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